就是這個瞬間 全場沸騰 台北車站大廳轉播現場 民眾全都跳了起來 互相擁抱 大聲歡呼 所有人都在慶祝台灣 羽球黃金男霜 李洋 王麒麟 連兩屆奧運 奪得金牌 我們道道地地 本土台灣 所培養出來的兩位選手 是我們台灣在這片土地上 所有人的一個榮耀 甚至連總統賴清德都撥打電話 親自向王爸爸祝賀 這一場比賽全台轟動 兒子風光未免金牌 做爸爸的感到驕傲 王麒麟爸爸很有信心 賽前說有八成的機率會贏 最後金牌真的到手了 而不只台北 在法國的比賽現場 也有林洋的家人親自道場加油 其實這次來的話 我也很不想讓他知道 但是以一個呼籤的這種心情來講 我是很想去見證 他這歷史的一刻 很感動 而且你在樓上這個周 漂亮啊 撒下去那就是我的畫 王麒麟的二伯王威勇是成大名譽教授 特地坐了一天的車從英國跑到巴黎 喊到快要騷瞎 就是為了幫職兒打氣 而李洋的爸爸則是低調飛到巴黎 心眼見證兒子歷史性的一刻 林洋沛努力奮戰成為了王家之光 李家之光 更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TVBS新聞採訪團隊 在法國跟台北的參謀報道